最近这个天是越来越冷 羽绒服成了热销商品 而羽绒服也成了最近失窃的一个热门的目标 前几天在长州有四名女子抱着孩子打掩护 短短两分钟就从一家店里偷走了六件羽绒服 11月30号上午10点56分 一名高高胖胖的黑衣女子走进长州市区一家服装专卖店 当时店内只有一名导购 该女子声称要试穿牛仔裤并禁止走向市医间 导购随即跟了过去 就在此时一直在店外徘徊的三名女子 一人推着手推车望风 一人抱着孩子和另一个扎马尾的时髦女子同时进入店内 在靠近门口的羽绒服跪驾上迅速翻看 随后门外望风的女子将手推车推了进来 女子连拿了六件衣服塞进手推车 女子连拿了六件衣服塞进手推车 之后大摇大摆的离开 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经清点几名女子偷走的羽绒服价值一万多元 通过监控视频对比 几个月前他们用孩子做掩护 还在这家店顺走了价值三千多元的牛仔裤和T恤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希望知情市民积极提供线索